這兩家也是很慌張的 那麼多 他連那個什麼 消防水袋的那個門都 那邊就把他給站滿了 竟然這個14樓的消防 雖然是設在這裡 這邊這個比較正常帶 他這個是水箱帶難怪 消防水箱帶設在他這14樓 正好阻礙 我們站在一個消防安全的一個立場 我們是非常不建議這個逃生通道 或者是這個門口這邊 擺放一些鞋櫃或者是雜物的一個東西 因為鞋櫃也好 雜物也好也是一個易燃物 對於萬一發生火警的時候 很容易造成延燒的一個路線 另外對於這個鞋櫃也好 或者是雜物也好 擺在這個逃生通道的時候 會影響到我們救災的一個動線跟死效 另外也會非常影響到民眾 萬一發生災害的時候 他的逃生避難的一個動線 我想這一些的這個 不管是鞋櫃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一個擺設也好 盡量不要擺在這個我們進出的一個動線 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一個動線 造成我們日常生活上的一個不便 當然最大的也是造成避難逃生 或者是一個救災動線的非常的不方便 然後呢 會影響到一陣子 對於和尚在盈子 我們在不得尚在盈子 並且後庭再給它 這補充電 在這補充電 最終最重要的行程 也不得尚在盈子 並且是在盈子 對於這補充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